我们等 姨妈 人家大权在握 一句话就把我养子公司 里里外外全都封了 还派人满上海滩的传讯我 也好 今天见了面 也省得大表哥大费周长 对呗 你疯了 姨妈放心 人家是督导专员 是太子 我哪里敢拿枪打太子啊 大表哥 这个事情很简单 你一枪把我打死就都了结了 罪犯伏法 蒋青天欲满护上 咱们也算各得其所了 经国 督导专属的公文说得很清楚 限你十日之内去接受询问 否则严惩不待 已经过了七天了 你自己看着办 养子公司都是孔家的产业 你又本事把我父亲也抓了啊 胡说八道 明明自己做错了事 还把你父亲扯进来 你父亲和大姐要是知道你这么胡闹 饶不了你 上海他里里外外做了多少年了 来了个督导专员就变天了 姨妈 大家都这么做 这就是行业规矩 做生意不讲究行业规矩 那是封建独裁者的做法 你说谁是独裁者 政府堪乱 将士们在前线流血 国库却拿不出钱来 还要向美国去贷款 货币贬值 物价飞涨 黎明百姓人心惶惶 而孔总经理你的仓库里面 却囤积着数以万吨计的物资 不愿意出售 我是商人 不是慈善家 中共已经在搞土地改革和政治协商了 连蔡天凯跟沈君如都去了东北 毛泽东要另立政府 跟中央政府分情抗礼了 夫人 您是最支持父亲的 可是您万万没有想到罢了 在这里 就是在这里 有的人在挖父亲的墙角 在摧毁这个国家的根基 他们的财富 他们的公寓 大衣 香水 冰箱 都像有毒的病菌 寄生在首顾如彩的国家身上 他们才是国家的敌人 是我父亲的敌人 够了 够了 静国 这里没有敌人 只有家人 今天 我们不谈国事 只谈家事 不在齐局 不谋齐政 现在的国防部长是何应青 福威定难 让老蒋找他吧 何应青的枪法没有你这么精准 枪法好有什么用啊 现在的中国都是蒋家的 你看看 这枪上都刻着蒋中正的名字 我背又能奈何 这中正式步枪啊 贡金里有很多士兵在用 关键不在枪上写的什么名字 而在于拿枪的人 手里握着枪 总比我这个国防部长的功名头要有用 如果 你做了总统 美国人还会支持我们吗 这些人 司徒大使做过这方面的暗示 那 我们就把老蒋赶下台 此与颜值上走 不过未雨绸缪 也应该着手准备了 不过未雨绸缪 金儿 夫人明天就要去美国了 是去请求杜鲁门总统援助的 东北的局面急剧恶化 我们需要美国的支持啊 我专层从东北飞回来 就是想告诉你 在这个时候 后院不能起火 父亲 如果不严惩孔家 朝食天香 上海的经济也就全垮了 你说的我全明白 国民党的腐败 已经到了骨头里了 这不是一个孔家的问题 反贪腐是件大事 要讲求时机 讲求分寸 难哪 反要亡党 不反 亡国 不 难 父亲 方 国 都已经在为难的边缘了 好了 当前最大的事情 是把北方的军队撤到长江以南 确保江南的稳定 这个时候追究孔家 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 表老这个川北圣人 那是真圣人 不是虚的 正值协商会议 若是没有他在啊 恐怕我们这些四川老乡 没有一个人敢去啊 表老年纪太大 东北有天寒地冻 老人家确实来不了 万一有个三长两短 北平如何 什么 把会期延迟到明年 地点就改在北平 我看要的 可是 冬夜刚刚占领沈阳 部队很疲劳 傅作义有六十多万人马 仅靠近察纪两个兵团 想在短期内占领北平 不可能啊 北平成功布消息 傅作义最近思想起伏很大 偷袭石家庄失败以后 他似乎有和我们谈判的一项 赶紧派可靠的人 与傅作义联系 好 北平若能和平解放 善莫大言 傅的女儿傅东局是我当当员 联系人他最合适 是啊 大局如此 我就独裁专断一回 要求冬野 于七日内动身入关 告诉林彪 这不是探讨而是命令 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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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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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部队的收拢集结 需要几天的时间 各纵队的解放团 都还没有来得及消化 就这么入关恐怕要出问题 还有 关外的战士干部 他们不愿意入关 做动员工作还需要点时间 这二十二日子最后期限 太紧了 副定军委 十八日十八时来电信息 我们绝尊来电 于二十二日出发 详细部署令电告 零六六